好了,我們看回奧電的1617年的Session B第四題 好了,這題是甚麼呢? 這題是我們想找一個字串,字串就是string,意思是英文字一串,compete 我們找一個叫回文,甚麼叫回文呢? 意思是頭尾是相同的,英文字母 第二和尾尾是相同的,剩下中間的是不相同的,這就叫回文 舉個例子,例如我省紙,先用之前的紙 例如說,oz,abba,但xy,z,這個就不是 因為頭尾不一樣 好,當我們知道這個時候,你見到我們的比賽通常就是 有個program給你,然後就問你,加少許東西,改少許東西 我看看是甚麼來的 Pascal那邊,verbal,有一個叫s的 它是ansi的string來的,ansi是甚麼來的呢? 即是說我們平時的英文字母,那些string,總之當作文字 好了,有一個function 我會給兩個input的,留意了,function這兩個位 其實呢 就是input來的 有兩個input 它的datatype是long integer來的 然後你見到冒號 後面有一塊東西的,這是甚麼呢? 我最終應該輸出 Nico 是甚麼的數據類型 原來是會回答 broion,broion即甚麼呢? true 或者 Correct paradox 對或不對 我假設加入約中個st 如仍根以訴之 然後呢 回答 告訴大家這個應該是回應的 那原來 st和ed是甚麼來的呢? 原來就是,究竟那隻字 那隻字的starting start和end的位置 OK了,我們再看看 然後我們看看 variable有個 i 然後begin for i 冒號等於 st to ed 譬如我進入1和3 即我分順是f 1,3 它就會看看 這個string的第一和第三個是否一樣 那甚麼時候用呢? 例如我剛才說aba這個 我們試不試1和3 好了,看看就好了 我就說,for i 到 st to ed 看看去多少個 例如原來頭尾 頭尾是1,尾是3 那就是1至3 如果不是長一點的 abba 那是1,4 那是1至4 好了,我們看看吧 第一個 term i,我先當1,3 例如我當入數是aba 好了,第一個 term 就是 if 如果 s1 不等於s 些甚麼 那我就會return force 即是說 當你發覺 i 例如 i 是1 的時候 通常我們應該是1,3 即是我們應該 如果不是等於3的話 因為我剛才說 1和3 一樣的才是回問 這個就代表不一樣的意思 對 不一樣 好了 那你會見到 這裏是1,3 好了,當 a是2的時候 i是2的時候 當然沒有機會做 因為已經 完了 我們再試試另一個 看多一點 我們通常做這些題目都是這樣 我們試多一點 a到5 這個英文字就是 a b c e a 這樣 好了 看一看 1和5 s i 不等於s 甚麼 好了 當 i是1的時候 我就希望這個是5 當然 a1 是等於a5 所以我就不做 我就回到for 那裏 好了 當 i是2的時候 其實我想是甚麼呢 2 2的時候 我想要4 4 4 我希望4 好 如此類推 你會發覺 如果我這個數再大些 譬如這個是8 我希望這個是7 這個是3 這個是6 這樣做 你會發覺 原來有些關係 8是代表甚麼 或者剛才的5代表甚麼 原來 就是 我們的ed 來的 最後那個數 好了 但阿Sir不是 剛才你說ed 這裡是4 來的 那 怎樣做 你想想 ed 減1 行不行呢 好了 我們就這樣推敲 當然啦 這個情況是OK的 但如果不是這個情況 去到A B C C D E F G 3 6 8個數 的時候 剛才說了 A1 是同 A8 對的 因為我想這個和這個 A2 是同 A7 對的 去到 ED-1還可以 A3 咦 阿Sir 那A3呢 A3是 ED-2 那 即是你看到 這裡是 ED ED-1 ED-2 S4 S5 ED-3 那我們其實做這些數 就是要找一個Pattern出來 Pattern找到了 是ED-0 -1 -2 -3 通常我們做這個 就要想想 咦 好像有一個越來越大的跡象 究竟在這裡哪個變量越來越大呢 很明顯 I的變量就越來越大 在這個位置 I等於1 I等於2 I等於3 I等於4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找到一個Pattern是 第一個是ED-ED I等於1 第二個呢 I等於2的時候 就是ED-1 第三個呢 ED-2 第四個呢 ED-3 那你就會發現一個Pattern 就是咦 如果我將ED 2 減 左去 I 再加回1 你想一下 I是2的時候 2加1等於-1 對 I是3的時候 3加1等於-2 I是4的時候 4加1等於-3 那你就會見到 Pattern就出來了 所以 F Part的答案 就是 S ED-I 加1 當然啦 你見到我開頭試的時候 試一點點未必看到Pattern 這些數跟剛才那個不同 即是跟我們第一題不同的地方 第一題我們就把10個array array 10 就把它變成 array 3 小一點去計 但這裡你會發現 當我用小去做的時候 做不出效果出來 但我去到5 8 你才會見到這些Pattern出來 而這題考理的就是 你究竟 知不知道這個Pattern怎麼處理呢 而在我們的測驗來說 通常 一定是關於 For Loop 那個數字 所以你就想一下 我列了I等於1的時候 是ED I等於2的時候 是ED-1 如此類推 這個就是我們 第四題 f part的解 好了 接著 下一題 究竟實際怎麼做呢 你會發現 這裡我們會做一件事 就是說 什麼呢 更改了一點 變成這個Pascal 好了 然後我就說 If ED-ST等於0 什麼意思呢 你想一下 如果ED Start at End的位置 和Start的位置 雙減等於0 那就是 我們在拿同一個位置 這個數呢 在F來講 我們一定 這裡是說我們Return些什麼 我們Return一定是ReturnTrue的 因為我敢回文的是兩個數 只有一個數就不用回 不回什麼 一定是OK alwaysTrue 所以 第一格 ED-ST等於0 意思就是同一格 這個回文 這個F 這個功能一定ReturnTrue 好了 但如果不是 ED-ST等於1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 雙數 我在旁邊 我在旁邊 好了 在旁邊的時候 我們怎麼回傳 很簡單 我們就說 夠S 的 ST 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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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D 好了 你會發覺 我就說 Aside F 等於 ST等於 SED 當如果 這兩格 成立的話 即是 我就會 ReturnTrue 如果 不等於的話 因為我剛才說 SED-ST等於1 即是隔離位 如果不成立的話 即是這兩格 不一樣 就會變成False 那就做了我想要的東西了 好了 當如果 ED-ST 是大於2 是什麼意思呢 他們不在隔離位 即是 譬如 這些 就不在隔離位 或者 這些 就不在隔離位 就是大於2 1、2 大於2 好了 那這些情況下 我們又怎麼做呢 一樣 我們也是看看 究竟 這個 F 的 的 ST 是不是 等於 S的ED 對了 這樣 就去做了 就去搞定這個 那你會見到這題就是 我們不斷去到 嘗 試啦 代啦 理解啦 首先我們其實要知道 這個program想做些什麼 先的 然後呢 我們先再去 想一下 怎樣解決的 所以 原則上 你問我這題 F G H 應該都可以予以處理的 反而 I 就是相對地困難 那 當然啦 咦 阿Sir 不是喔 如果你這樣Return了True 那就會不對 譬如說 我在這個Case來講 可能我這個是C來的 那就不對 所以 其實沒錯 那 那 同學應該要做多一件事 想完這個之後 發覺 咦? 不可以啊 只是這個處理 那我們可以另一個做法 F 無好 等於 F 咳咳咳咳 咳咳 我們呢 就去到 可以去做法是什麼呢 St 和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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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即是我們用一個an an f st 加1 ed 減1 删掉 删掉 删掉這個 這個變相可以 成為i的答案 第一步 我們確定 本身給我的st 和ed 是對的 但問題是,我確保這兩個答案 裡面的我不知道 因為我知道現在的距離已經多過2 所以 我們就會多點個funktion一次 多點個funktion一次 而今次的funktion呢,我就退一格 st 就退去 加1 然後ed 2 就 減1 這樣就好像退一格 這樣 再做這個 做這個時候呢 它會走回上面的funktion 這個呢 其實我們就叫recursive 不斷地重複做 這樣 這就是答案 OK